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德华担任监制的原创华语迷你剧《东方华尔街》将于5月24日起登陆腾讯视频《东方华尔街》以原创华语迷你剧形式呈现,揭秘了一段金融圈行业内幕和权力风暴交织的故事,同时切入金权世界中的人性。 吴振宇饰演的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叶鲍一,与张孝权饰演的维航义正一邪,二人的对抗关系纷繁复杂。 除此之外,还有廖启志饰演的财务部首长罗启中,谭耀文饰演的金融管理部特别顾问,张可宜饰演的帕姆勒在剧中斗智斗勇,演员贵伦美,于南,廖启志,罗家英也将亮相该剧。 现在国内的迷你剧正越来越多,如近几年播出的《灵魂百度》,《匆匆纳眠》,《屌丝男士》,《报告老板》等,《东方华尔街》也是曾为多部电影担任监制的刘德华,首次担任迷你剧监制。 此前,他监制的电影《陶姐》,《姐救吴先生》,都收获了较高的评价。 新版《流星花园》首报预告5月24日,新版《流星花园》发布了首款预告片及海报,深月,王鹤地,关红,梁靖康,吴希泽五位主角相继亮相,新版预计将于2018年暑期播出。 《流星花园》改编于《神伟叶子》的漫画原著《花样男子》,又译为《流星花园》,作为经典言情偶像IP。 他在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内地等均有分拍作品,并取得极好的收视率。 台版《流星花园》于2001年4月21日播出,以平均收视6.99%,刷新台湾电视剧收视记录,并保持到2006年, 饰演山菜的大S徐希苑,也凭借此剧《一炮而红》。 不过,日本可能是分拍《流星花园》最多的国家。 2005年10月21日,由景尚真央、松本润、小丽群主演的《花样男子》,在日本TBS电视台首播,平均收视率高达19.7%。 2007年,由原班人马制作并出演的《续集花样男子2》,创下了21.7%的收视超高纪录。 2008年,日版《流星花园》在拍电影版,大卖77.5亿日元约4.5亿人民币。 今年4月17日,日版《流星花园》续集《花果天秦》开播,松本润相隔10年再度以道明寺角色出现。 2018年的新版《流星花园》演员阵容一经曝光,就受到诸多争议。 F4扮演者王鹤蒂、关红、梁静康、吴希泽均为新人,而女主角沈月虽曾出演网剧, 致我们单纯的笑美好,却因身材问题受到网友质疑。 不过新版《流星花园》的质量到底如何? 要等播出后才能下结论。 作者,刘传。